词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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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烦死了 我敢说我这两年没哭过 看你今天有点忍不住 在接到导演组通知说 要做一个离别感言的时候 想了蛮久了 想了一个晚上吧 想了一个晚上 不知道该说什么 或者说 就是 没想到这么快了 要说这话 一直在捋 捋不明白了 不知道该说什么 我觉得我可能不是一个很擅长 说话的人 不是 应该说是我 不是一个 擅长表达自己内心的人 好 好 好 我是可爱情 魅力四少 迷人缺不失风度的 Rice 翟骁文 此时此刻站在这里 其实 非常的恍惚 因为两年前 那个大学生展晓文也是 以创造营2019学员的身份 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成为了Rise展晓文 我记得我两年前说过 我跟你们保证过 我说我会努力成就舞台 用实力不负期待 我希望我没辜负你们对我的期待 就既然讲到这里了 我说实话 一开始我真的很不喜欢跳舞 超不喜欢 为什么会有 吃吃看为什么会有跳舞这种东西 每天都在纳闷 我们当时成团以后 我每天只要学完一个新的舞蹈 回到家里 我做的一定是噩梦 为什么呢 我生怕回去以后睡一觉 第二天早上起来 啥都忘了 什么都记不清了 又要重新学 真的太可怕了 因为我从小就没有觉得 我可能会是一个 肢体协调的人 但是没有办法 我必须要 我必须要去做 为什么呢 因为我上次保证过 这也是我的工作 我必须要去做 然后慢慢的我发现 哎呦好像有了点进步 然后再慢慢的 我感觉我自己可能 学的也没那么慢了 就是心里还是会有点自豪 再到最后 我内心心底 其实对她已经 不是那么的排斥了 再直到今天 我可以说我挺喜欢跳舞 但是 为什么我刚喜欢上跳舞 我们就结束了 我其实 大家都知道哈 我是一个互联网八级人员 我每天看到一些消息说 很多朋友说 谢谢Rice Rice 在我们 很低谷的时候 给了我们力量 Rice帮助我们 走过了我最困难的那段时光 然后我就说 就是Rice对我们来说 何尝又不是这样的一个 存在呢 Rice Rice其实也陪伴我走过了每一个 不同的时期 有开心的时候 也有难过的时候 Rice其实给我的感觉就像是 家的感觉 就是家里的孩子 不管你走到哪 离家再远 都不会忘记自己的家在哪 最后 我想感谢腾讯视频和 哇唧唧哇 还有Rice团队的所有家长们 陪我们慢慢成长 给我们像亲人一样的包容和保护 现在孩子们长大了 要去闯一闯外面的时间 但是这一段亲情 我们会永远记在心里 曾经我说过 Rice是我的骄傲 我今天还要说 能够成为Rice的一员 也是我现在最大的骄傲 我们十一个人 也永远是你们的骄傲 我希望我们可以一起笑着 携手走下去 走到更大更宽广的世界 跟这个世界较量较量 最后我想跟我们团里的 其他十位兄弟说一句话 希望你们以后 不管在干什么 都会在群里发一下 我很想看你们在干什么 哎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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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